国际翻船大奖赛3月19日来到旧金山湾区开始训练 25日举行练习赛,26日为预赛 3月27日是决赛,比赛当日天气不利比赛 风向和风力不稳定,为此比赛暂停了30分钟 比赛中又发现有鲸鱼游入比赛水域 致使第二轮比赛中途停赛 比赛中还发生了碰撞事故,致使多队失利 最终澳大利亚队获得冠军 本次参赛一共8个队,各队取得名次是 日本第2、美国第3、英国第4、新西兰第5、丹麦第6、西班牙第7、法国第8 澳大利亚队在颁奖仪式上庆祝胜利 他们获得本次大奖赛冠军,奖金100万美元 国际翻船大奖赛2019年首次到旧金山比赛 国际翻船大奖赛翻船的F50双体翻船 可以进行高速的大角度回转 翻船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10公里 每艘翻船需要5名船手、1名教练驾驶运行 这种翻船是革命性地使用了新材料与电脑化操作 加之多人配合,技术含量高 国际翻船大奖赛始于2018年 在伦敦和旧金山设有办事处 赛事每年举办一届在世界各地标志性的水岗比赛 比赛区域呈基本方形 各点之间距离因口岸地形而设 进岸体育场馆是比赛的激烈有观赏性 2022年有8支代表国家参赛的船队 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英国、日本、丹麦、西班牙和美国 当今世界上速度最快 技术最先进的F50水翼双体翻船 是国际翻船大奖赛的标准赛船 大约每小时60英里的船速乘风破浪